嗨,大家好,我是阿蘇 我現在來到了寶山寺的陸江雙紅橋 這座橋呢,號稱是一座活著的古橋 是陸江,陸江上唯一活著的古橋 雙紅橋位於寶山寺隆陽區 盲寬鄉境內的陸江上 這座橋始建於清乾隆五十四年 也就是一八、一七、八九年 已經有三百多年了 一座三百多年,仍然屹立在陸江之上 這座橋是南方絲綢,南方絲綢之路 經永昌至藤越 也就是寶山到藤蔥出緬甸的地精之路 這個橋呢,是利用江心天然的巨型礁石為墩 將東西兩個 也就是建了東和西的兩座橋 這座橋 這座橋從遠處觀看 就像是兩條彩虹飛掛在兇險的陸江上 氣勢雄偉 顧名雙紅橋 一座三百多年的橋 依然在使用 依然在為兩岸的民眾發揮著作用 冬天的陸江水 竟然可以那麼清楚 神秦 哲耳 喇 喇 永 封 I love you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评论 欢迎收藏 欢迎转发 欢迎订阅 记得订阅 可以跟着阿叔的镜头 看世界 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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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